今天要介紹中夕的食材囉 這個真的是很中夕 在這個時候 對不對 三月到五月的時候 沒錯 那但是秋天有一波 今天三月的時候是春天這一點 對 三到五月八到十月 三到五月八到十月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要做這個 建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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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一般買到都是那個 真空氣 對 因為它要保存 它會有點酸氣 我們那個酸 酸是讓人家覺得比較討厭的 這是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它不好入味 不好入味 所以其實有一點酸酸鹹鹹的 有點酸味 所以一般是拿來炒什麼 有的用那個肉醬來炒 炒重口味 都是重口味 那今天我們因為運氣好 我們買到是新鮮的 新鮮長這樣喔 對 這怎麼吃啊 你不是說很難入味 它難入味 我們待會兒用技法 會讓它變成好入味的方法 其實很簡單慢慢一看就會了 而且你搞不好說 嗯 很簡單就是這個 很簡單就不行了 好來來來 趕快來看看怎麼做 好 既然你的就是實在鹹水 在這三個到五個是最好吃喔 快點的時候 要緊張更多 差不多是十公分左右 而且濕水是真的煮臉的味道 那種是最好吃啦 接下來 詹姆斯就要用這個 就是鹹水來煮料理囉 好了 我們今天要煎水來煮什麼呢 我們今天煮這個 漸筍的酸辣湯 OK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酸辣湯怎麼做 一般我們做酸辣湯都是用竹筍 對… 我們今天用漸筍 漸筍拿來 不管說它是新鮮的 或者是這個 真空包裝的 不好入味 不好入味 你就先把它排好 等一下 這個打得固嘛 切斷喔 我以為人家切絲了耶 沒有啦 切斷就可以了 你就把它拿起來 泡過後它是不是就很好入味 就裂了嘛 裂開來就是咖哩 好像我們有一次教 炒漸水有教過 那個青菜 那個怎麼炒青菜那個 稍微拍一下 它一下子它碎掉的時候 它就… 其實不是只有它 薑也是一樣 蔥也是一樣 對… 有沒有 芹菜 對不對 也是很難入味的 稍微打一下它就比較出… 對… 好出味 好入味 對 好到底 芹菜很耐炒 所以你不用去擔心說 它會老還是怎麼樣 對… 跟筍子一樣 好 我們… 對 這個要來稍微切一下 好 粉絲 粉絲 粉絲團 粉絲來在… 剛剛它加粉絲也滿少見的 真的嗎 對 我以前小時候常去吃的一家 在松華路那邊 它都有 真的喔 它有滑滑的口感 應該是滿適合酸辣的 很適合 因為粉絲滑滑的 所以它就黏黏滑滑的 你要不要煮得爛爛 就自然勾芡的感覺 很滑滑 下次我來試試看 加粉絲 好 既然都會有油 我們就放一點香油 好 那麼多 好菜 來 豬肉先來炒 先炒豬肉讓它油香味 對 所以我今天看到豆皮 豆皮是直接要切下去嗎 豆皮我會用濕的 我會用濕的 因為我喜歡那個豆皮跟蛋 感覺也像雲彩一樣 但是你濕的時候要這樣 我們大概這個豆皮 是不是也可以先處理它 再把它剝開 有 我們就常常這樣做 愛吃豆皮的人都會這樣死對不對 再切一切一切 剝開的時候 你切一切一切 等一下吃起來就很好吃了 把它切細一點 因為我看你今天漸筍都切那麼小 沒有 這個豆皮可以大一點 你愛吃豆皮的人 你知道 最小的就吃沒力了 而且你把它撕開 待會對湯頭有幫助 沒有 濃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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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炒肉 蟹蟹 來 剝豆 好 就把紅蘿蔔 跟這個 炒菜炒仔跟木耳 木耳放進來 這個白白的是什麼 那個 這是泡漿 這是飯嗎 我剛才講的是你山藥 沒有 飯 那要拿來勾芡 用這個勾芡 不錯 如果有人家出來 如果沒有泰北 我們就要怎樣 對啊 你用飯就可以圓的 對 所以你哪有飯用飯來勾芡 我用本身 用這兩個來勾芡 這三個 你飯要用那個 這三個勾芡 漂亮 把飯加起來變得像醬油 像醬油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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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油醬油醬油 對 現在那個 冬粉也放進來炒 冬粉也要炒 沒有 就一起炒 香氣會比較油 它會吸那個汁 蔬菜汁什麼的 然後來一點汁 加一點湯 好 東螺吧 對 對 對 好 你現在就是 要讓它稍微滾個五分鐘左右 出味 對 一個是讓它出味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讓那個 軟 那個筍 要有味道 這個豆皮的筍就可以了 對 讓它稍微滾一下 這個說到它很特別 第一 豆皮是用絲的 第二 漸筍是一塊塊的 用漸筍就一定很特別 還切一塊一塊 第三 用飯漿 用這個飯焦來勾芡 意思是它還加中粉 對 現在先煮 蓋子蓋起來是五分鐘 好 五分鐘還有我們再來調味 現在先不要調味 因為妳現在調味 妳就生不出它水的甜味 好 稍等一下我一小時 好 差不多煮個五分鐘 豆皮 漂亮 因為湯就比較油 白白滷滷滷這樣 對嗎 甜 對 好 現在調味 要調味第一件事情先醬油 對 因為酸辣湯 其實要有點醬色才好看 是醬油 有 有 妳現在這個湯色才是酸辣湯的湯色 對 這個看起來像大滷麵 有 妳講到重點 大滷麵 拿掉酸跟辣 就是大滷麵 可是加了酸跟辣 就變成酸辣麵 對 沒錯 所以這個可以做兩種口味 所以有時候酸辣你自己加 對 好 就可以吃兩種口味對不對 好 然後再來胡椒 胡椒要多加一點 多一點 才夠辣 好 好 來 這個來 我們就直接把它放進來 這個 我們如果說像芡汁 你不一定要透明的時候 像這有點顏色 其實用飯就好 用飯就好 對 最簡單 最方便 裡面有 好 比較健康 妳也可以飯之後放冷凍 妳現在說 妳這個就可以放冷凍嗎 對 不是 我說 妳飯之後放冷凍 我們要吃就吃 對嗎 對 這樣打筋也要打筋 對 對 對 這樣就很濃稠了 有 有 不用太濃 因為我們還有再加蛋 妳要把蛋的濃稠 要綠色進去 軟也是會稠 妳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先勾芡之後再來弄蛋 這樣蛋才會漂亮 一片一片 像豆皮一樣 先勾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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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好 現在差不多有了 你勾的時候 不要這樣勾 拉給它 一片勾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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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勾 對 現在就很濃稠了 好香喔 我到現在我都還沒放醋 對耶 醋一定是關火醋再來放 很多媽媽在煮的時候 我們放醋 放得太早 那都沒什麼 你一直加 你加不好 像這樣 還有一個味道 你差不多要 一大匙 你差不多要這麼多 這樣就很爽 好 好 鬆開就起來了 剛剛好 因為你一加熱的時候 那個酸會跑掉 不見 好 這也是什麼 香菜放在裡面 放到豆裡 然後有個重點 好香喔 一定要什麼 香油一定要上 好 好 然後敷再來上面 還要載一整胡椒 好 這樣它那個 整個香氣上來才會有那個 有胡椒味 對 有香油跟胡椒的 果然 好香耶 來 試吃 料很多耶 對啊 先吃個漸筍吧 它本來是比什麼 它比竹筍的脆肉跟甜度來得好 它脆然後很紮實 真的 這一碗下去 你看蔬菜的量也夠 蛋白質也夠 對 其實它真的是很營養又很健康 對不對 因為加一點醋氣也幫助消化 對啊 它裡面也有冬粉 飽作感也有 如果蒸的話 另外就想吃到一隻的那個味道 對 或是飯 對 酸辣湯泡飯也是很好吃 我第一次吃到冬粉耶 還不錯喔 嗯 好吃 那也打破什麼 不一定要什麼鴨血啊 什麼什麼 不一定 豆腐才能夠做 切成絲都可以啦 那中蟹唇我們就加什麼 就加這個漸筍 加起來口感更紮實 有咬勁 對 好吃 嗯 試試看喔 看中蟹唇 那要吃中蟹唇 吃吃看原味 那平常吃的都是泡 對啊 讚 也要吃到 吃吃看 這邊 也要吃到 吃茶 洗澡 它是 越南